涉嫌迷奸偷拍三十女,另偷拍四女的富二代淫魔李宗瑞迷奸案,在审理近十个月后,已经于9月3日上午11点整宣判,台北地院宣判,法官认定他偷拍性侵属实,强制性交部分判他因合并18年6月,妨害秘密部分则判刑3年10月,得一颗罚金。 检方将李宗瑞的每一次犯罪时间详细列表,发现这三事件分别发生在2009年10月18日至2011年9月22日间,期间最后三个月,李宗瑞还密集犯下15件性侵案。 前年11月,李宗瑞第一次遭检方具体生压,却遭法院驳回后,李宗瑞仍不改本性,又在某KTV将一名烂罪的小魔带回家性侵。 检方指出,由于从犯罪频率来看,李宗瑞越玩越过火,因此检方反对让李聚保停止积压,以免淫魔出来后又会残害无辜女子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